詞・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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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其實呢 感到非常的就是 我很感恩 因為我今天站在Telex的這個舞台上做分享呢 是很純粹的以我個人的身份 我在過去有在電視亮相 有主持節目的時候 會有一些雜誌啊 或者是活動邀請我去接受訪問 或者是出席活動的 不過 都是帶著Celebrity 名人 或電視節目主持的身份 不過 隨著在三年前 我在電視上的亮相呢 越來越少 我的曝光率越來越少 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雜誌 或者是沒有什麼活動呢 邀請我出席 或者是有意思要找我去採訪了 在我的電視光環喔 逐漸的淡去這幾年裡 其實我經歷了一些很奇妙的轉化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自己本身的經歷 我以前一直覺得 當我有在主持電視節目的時候呢 我這個人才是有價值的 你知道就是在電視上亮相 你走出來喔 別人 他幾乎就是會知道你是誰 他會知道你在做什麼 我可能一站出來 他們就算不認得我 就是不記得我的名字 可是他們會覺得說 你是主持人吧 或者偶爾呢 我蠻驕傲的 因為OK的樣子 他們說你是選美的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人認得我了 他們 我相信可能就是在外頭 剛才有些朋友見到我的時候 會 倒抽一口氣 然後 這樣子 你知道嗎 我其實也想要告訴大家 一個很現實的場面就是 你知道在這個商業的社會 有很多的活動公司 或者是有一些企業 當他們要去聘請節目主持人 或者是私儀的時候 如果那個私儀他本身有 在電視台服務 或者是工作的話 就可以得到比較高的酬勞 所以為什麼以前我會覺得自己 有在主持電視節目時候 我這個人才是有價值的 當一個人開始意識到 自己即將要失去一些什麼的時候 首先他 他的心情會很焦慮 然後就想到要去抓 我在那個時候呢 有個很莫名其妙的價值觀 我特別的想要去搞好人際關係 我希望大家都喜歡我 我一直覺得說人際關係很重要 尤其就是那些可能會提供我們機會的 電台或者是電視台的高層人員 我儘量就是小心翼翼 就是讓他們都喜歡我 我在說話的時候不要得罪他們 因為我覺得他們會繼續的讓我有下一次更好的機會這樣子 可是久而久之我發現 當我不斷的想要去可能討好 想要去抓些什麼的時候 我越來越沒有辦法講我自己真心的話 各位你一定會有個經驗的 當你跟一群人在一起的時候 你為了要讓大家都開心 你一定會說別人愛聽的話 你不可能就是完完全全表達自己內心裡面很真實的想法 我發現在那個時候 我其實跟別人講話已經來到了一種很誠慌誠恐的地步 我真的很害怕 萬一我說錯什麼別人不喜歡我 然後就因此而沒有給我什麼機會 可是我沒有覺察到在當時我會有這樣子誠慌誠恐的心態 是因為在我的工作裡面其實充滿了未知 我是一個極度沒有安全感的人 然後我覺得就是我要大家都會覺得 認為我是一個很隨和很輕猜的節目主持人這樣子 當一些化妝師或者是可能發行師幫我打理造型的時候 然後我不太敢跟他們說什麼造型我是覺得舒服的 或者是我不自在 因為我希望大家一見到我就是 耶 洪嘉惠那個很隨和的節目主持人啦這樣子 我一直很喜歡這樣子的形象 在那段時期其實我也經歷了在感情上很大的挫折 我的老師說一個人在差不多35歲的這一段年齡 他會經歷一段叫Spiritual Awakening 靈魂的覺醒 我把它說的淺白一點就是可能靈性上的一個轉化或者是成長吧 沒錯各位我今年38歲 三年前我就是35歲了 我在那一段期間 我整個生活狀態我非常非常的不滿 我有很多的問題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我這麼努力了 可是我仍然得不到我想要的機會 為什麼電視台不再繼續讓我主持下去 然後為什麼我愛得這麼深 可是我在我的感情上還是跌跌撞撞 為什麼我的感情都沒有辦法開花結果 各位你知道嗎 你對你的人生有多少的問號 就會有多少的障礙 你不要以為這是上天在 哇你有很多問題來我給你考驗 其實不是 因為呢 它其實就是我們個人成長的開始 我想問一問大家 當我說到就是Spiritual Awakening 或者是這種靈性的成長的時候 你們會想到什麼呢 會不會想到就是可能在身上修行的人 有嗎 或者是那種穿那個就是衣著 很像那個丁衣這樣子 修行人的那種形象 有嗎 會不會 或是戴那種叮鈴噹噹的 穿棉布長裙的啊 講話很玄呢 有沒有 會不會有人覺得說 如果你吃素 或者是你做瑜伽的話 你就是Spiritual的人 有沒有這樣 有沒有人這麼認為的 有的話你舉手讓我看一下 因為我其實有朋友在問我 他說 欸其實齁 你常常說你在學習很多靈性的事物 你會不會玩水晶球的啊 我說我有沒有搞錯 再不然他們可能會我說 就是你會不會塔羅牌 嗯 我想要就是告訴大家說 剛才我提到的這些所謂就是 可能有一些人聽到的 什麼吃素啊 靜坐啊 或者是什麼修行啊 塔羅牌這些 它是可以幫助我們得到 靈性成長的方法 或者是工具 但並不表示說 你懂這一些 你就是一個有靈性的人 對我而言 什麼是靈性呢 什麼是Spiritual 我覺得靈性它 它無關任何的一個宗教 或是什麼大道理道德 它也一點都不神秘 它存在於在生活裡的每一時 每一刻非常的真實 就在我們每天的吃喝拉撒裡 然後它其實就是要我們把 對外面的一個注意力全都帶回來這裡 它是我們自己本身跟心的連結 所以我覺得靈性成長它是live 很生活化的 就在每天的一個生活的修行裡面 在我所經歷電視光環逐漸淡去 什麼東西都沒有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到說 原來在我的愛情 還有我的工作的舞台燈光 逐漸按下來以後 是另外一道門要打開了 因為我有些東西已經沒有了 失去了 所以我開始上很多的課程 這幾年下來 我把自己的所學呢 就是把它總合起來 我學到什麼 首先呢就是從L開始吧 它是love 愛 可是它愛誰呢 愛自己 我想每個人都聽過這種 就是非常老土的道理 你要愛自己 別人才能夠來愛你 但是呢 如果一個人首先 他不知道如何去定義他自己的話 他是沒有辦法去愛自己的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誰 我應該在什麼樣的位置 可是偏偏人是需要被看到 還有被肯定的 所以我以前就是在我那些男朋友的身上 還有觀眾的身上去尋找肯定 以及我剛才所說的那些所謂很重要的 就是公司的高層人員 他們給我的評語 或者是說 他們對我的一切的想法 好像都可以去決定我的喜怒哀樂 他們喜歡我的話 讚美我的話 我就覺得耶 他們喜歡我 可是如果他們對我很有意見的話 你知道我就是會覺得說 哦 我會很難過 然後我會為了別人的批評 而難過好幾天 我真的會感覺到晴天霹雳 靈性的學習 讓我深深的就是了解到 我必須要把我對外面的注意力 全都帶回來我自己的身上 我要好好的跟我自己相處 當我跟我自己相處的時候 我有沒有喜歡我自己 我有沒有欣賞我自己 我有沒有喜歡跟我自己獨處的時光 我有沒有把自己當成是baby 因為把自己當成是baby寶貝的人呢 不會因為覺得說沒有了誰 或者是沒有了什麼平台 就是一種缺憾 接下來是I intention動機 現在的我呢 每做一件事情 每說一句話 我都會去深度的挖掘我自己 為什麼我要做這個 我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我想要達到什麼樣的成果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非常重要 我是真心想要的嗎 我從13歲就想要當廣播員 或者是DJ進入這個行業 因為我希望自己能夠做 帶給很多人有啟發 或者是能夠鼓舞別人的一些節目 那我特地就是 會來到吉隆坡發展 因為我本身是醫保人 其實就是為了圓我的夢想 我沒有其他的夢想的 我是公子 我常告訴人家大家公子 我喜歡講耶 但是在這幾年下來 其實我還是有些機會 別人有offer我就說 要不要可能做什麼節目 那當這個節目來的時候呢 其實我現在 我以前不會 我以前就是有機會 我就會抓 別人給我機會了 還想什麼 趕快去主持 趕快去接 趕快去賺錢 可是現在我會想 這個東西 我是真的想要的嗎 我想要達到什麼樣的成果 我現在很確立就是 我必須要做一個 如果那個節目 它讓我坐上那個主持的位置 我是必須可以要去影響別人 並且能夠帶給別人一些啟發 如果不能夠迎合我內心 就是最熱切渴望的話 我寧可不接 所以我就拒絕了 我不是想要告訴大家 我給800 我就是有拒絕回去電視台 或是某些電台 我是想說 當你認清楚 知道自己要什麼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呢 太過學習要去爭取什麼 但是來到我這個年紀 將近40歲了 我發現其實學習放棄 也是人生裡面非常重要的功課 不過我告訴你 當我放棄的時候 我還是有些誘惑的 可以回到電台咧 可以再次做名人咧 可以再次做電視節目主持咧 可是我問我自己 這是你真心想要的嗎 答案就是呼之欲出了 剛才那幾個問題 他常常能夠幫助我更加清晰的 去確立我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F 我覺得是感受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台灣上課的時候 老師就問我們一個問題 他說 欸 你們昨天上了課之後 今天你們的感受如何啊 你知道我是主持人 我最本來的是什麼 短話常說 我最厲害的淘淘不絕 你知道主持人嘛 講多嘛 所以呢 當其他的學員在做分享的時候 我已經在想好 我等一下要講什麼你知道嗎 哇 一輪到我我就說 老師你知道嗎 昨天我上了課之後呢 我整個人感覺充滿了就是愛 我住在這個非常舒服的酒店 我聽你的話 我好好跟自己相處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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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老師就說 佳慧婷 他說 你講好多話啊 你停下來 你現在去感受一下 你的身體帶給你的是什麼感受 然後 他說不要再講話了 去感受一下你的身體 我就靜下來 然後 我看著老師 老師也看著我 我兩個人 你知道四目焦頭 他看到我眼裡 然後慢慢的看 我覺得他 把我看到信坎裡面 當下我就哭了出來了 因為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恐懼 後來我才理解到就是 因為我以前當主持的時候 我太習慣 短話常說 我常常就是跟別人在交流的時候 顧著去打交道 顧著去哈拉 我沒有用這裡跟別人體會 後來才發現 其實人跟人之間的交流 是不需要講太多的 要回到這裡 你不需要講太多話 你就能夠去體會這個感受 如同我現在 我是非常的緊張跟恐懼 因為很多人就問我說 欸你是節目主持人 你上台都已經習慣了 好像吃便飯怎麼會怕 我說當然啊 因為我以前主持的時候 從來沒有人在乎 洪嘉惠在想什麼 可是現在我在那台上 大家好像安安靜的看著我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 以我非常個人的身份 來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感受 我可以很 就是 謝謝 Emotion 情緒 我發現就是在這些年來的 靈性就是課程上的學習 很多人很喜歡強調正能量 我不知道 就是很多人會強調說 欸做人要充滿正能量 要充滿信心 然後每個人都很喜歡去追求 所謂的永恆跟幸福 可是對我來說 沒有絕對的永恆跟幸福的 因為 其實人有七情六欲 在不斷的上課這些過程當中 我學習到就是 我們要很勇敢的去看到自己的 the dark side 我們陰暗的一面 不要以為自己是天使欸 我們其實有很多的妒忌 有很多的憤怒 然後我們有很多的控制欲 我剛才說就是 我為什麼不敢 跟化妝師或者是造型師 講我不舒服的造型 因為我想要做一個很青菜的節目主持人 後來我問我自己 為什麼我覺得說 表示我不喜歡的意見 就好像等於我不隨和呢 為什麼表示我的真實感受 會讓別人不喜歡我呢 我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下去 我才發現 原來我自己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人 我不喜歡人家批評我 我是怎麼去發現的 我發現每當別人給我意見的時候 我裡面有一股憤怒 為什麼我會憤怒呢 別人給我意見 我才發現就是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這個憤怒 我沒有很誠實 很勇敢的去面對 所以當我面對外面的人的時候呢 我從來不敢表現我自己這一面 我在暗地裡有這種控制欲 可是靈性的成長學習就是 我覺得說我們面對我們的情緒 不要以為說快樂的 幸福的 正面的 你就把他當成一個很好的客人 開門 歡迎他進來 可是當你開門的時候 你發現站在你的客人 面前的客人是妒忌的話 啪把門關上 我覺得你去請他進來吧 你去研究他 跟他同在 其實我們自己的每一個情緒 基本上在我們的心裡 在我們的身體裡 他可以成為我們的心靈導師 那我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本身這幾年以來的一些 學習的心得 其實我過去因為已經有 將近20年的主持 或者是可能在聲音方面的經驗 我為什麼站在這個台上 我沒有分享 我告訴人家 口才的力量 或者是表達的力量呢 我是想告訴大家說 很多時候 很多人對靈性這部分 有了一些誤解 我還是要強調的就是 真正的靈性 它是在生活裡面的 最後 我想要以一個小片段 來做為一個結束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Astrology 很喜歡占星 在占星裡面有一些什麼 月亮星座 太陽星座 那太陽呢 它是告訴我們 其實每一個人都應該要在自己的小小世界裡 發光發熱 但是你要如何讓自己發光發熱呢 你要很勇敢的去表現你最獨特的生命力 還有你的潛能 你要相信你自己 所以我要祝福大家 在自己的小小世界裡面 發光還有發熱 這個是我自己 因為以前有在電台主持 然後我一直很想要訪問一些有意思的人物 所以我自己出資 做了一個節目叫 《走不一樣的路》 做自己的太陽 所以這裡有一些片傳片 想要跟大家來分享 《走不動?》 從來啟動 谢谢嘉惠 谢谢嘉惠